KOD 龍中之王一種格鬥大賽 是台灣商業化程度最高的格鬥賽事 匯集了全台灣頂尖的選手 對戰的精彩度與激烈度前所未見 賽事的每一個細節KOD都會做到最好 我們的目標是打造台灣第一個職業格鬥聯盟KOD League 龍中之王一種格鬥聯盟 我是翔龍總武DFA的館主王一天 也是龍中之王的主辦人 但這一次我的身份不一樣 我將再次回到場上戰鬥 今年41歲的我 將在KOD 4的鐵籠裡 迎來我的退休戰 6月18號 龍中之王4至港台爭霸戰 是前往KOD職業聯盟的第一個基石 一場高規格的國際職業示範賽 這是一場七打七的港台大戰 七位台灣隊的格鬥家們 面對來勢洶洶的香港隊 誓言要將勝利丟在台灣 這次我將擔當KOD 4的壓軸賽 迎戰香港拳王 他就是正值巔峰27歲 無比強悍的拳王羅祖聖 我很期待能為架構聯盟的基礎 與他一戰 也將我今生所學的武術 在KOD 4做一個整理 畫下身為格鬥選手的據點 我在加拿大待了將近20年 學習了西方完整的格鬥系統 如泰國拳和角鬥術 而回到台灣後 學到了世界知名的台灣開門八級拳 我曾獲得加拿大西岸泰拳拳王 與台灣泰拳無限量級冠軍的頭銜 擅長融合現代格鬥與傳統武術 成為自己的格鬥系統 相攻拳法 Dragon System 而這樣的系統到底能不能用呢? 我想在6月18號 香港拳王會用他犀利的拳腳 在KOD的鐵龍裡面 給我一個最好的回答 畢竟功夫兩個字 很簡單 一橫一束 對於格鬥家來說 每一場戰鬥都是一個故事 這是我在鐵龍裡的最後一個故事 但是在這一戰之後 KOD聯盟會誕生 會有很多年輕的台灣選手們 在這裡寫下他們的故事 會有很多台灣的觀眾們 因為這些選手而感動鼓舞獲得勇氣 這些台灣戰士們 更會讓世界看見台灣真正的力量 讓台灣人們防守擴步 迎向榮耀 對我來說 這場戰鬥這個故事 那每一拳 每一步 我都很珍惜 感謝 因為我看得見 台灣格鬥選手們 那自由的未來 各位朋友們 跟我一起吧 一磚一瓦 共同打造KOD聯盟的基石 台灣的格鬥 需要你的一份力量 台灣的格鬥 將會因為你而偉大 6月18號 龍中之王寺 港台爭霸戰之 劍龍蟹甲 我們不見不散 KOD League